先請漢尼幫我補充好不好 那我對於現在罵郝龍斌 我不能接受 我覺得那個亂罵一通 現在罵蔣萬安我也不能接受 因為現在比如說民眾黨 就會問柯文哲 那你為什麼要全面提升成三妹 這是不是有圖力 這是議會 上一屆議會留下來的但書 從來沒有一個市長 能夠否決上一屆議會 留下來的但書 而且這個但書還負義失敗 你說蔣萬安剛上台 就把它推翻上一屆的 可能嗎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要求是無理的要求 那同樣的如果現在要去柯澤 柯文哲你當初怎麼找台智光呢 這他也沒有選擇啊 就這個柯澤我也認為是太過 為什麼 因為當初沒有選擇 因為中華電信不願意做 而且母約在這邊 就是優先必須得找台智光 否則呢你不找台智光 你找別的 第一個 別的不願意做 第二個 那台智光就會跟你打官司 所以在柯文哲的當下 他沒得選 他只能選台智光 那能夠做的是什麼 就不論是柯文哲或者是蔣萬 其實就是想辦法在費率上 在做殺價嘛 就只要他們有做殺價這件事情 你就不能夠說他們是完全在做土利 所以在我來看 柯文哲也好 蔣萬也好 就沒有人有錯 沒有人有重大的什麼怠惰啦 貪腐 沒有 那兩個沒有錯的人在那邊互罵 我認為最後的結果就是 綠營得利啊 好 那你說 如果都沒有人有錯的話 那台智光為什麼要賄賂 為什麼會有弊案呢 對啊 因為台智光一開始 我們假設他就是一個普通 你看拿到這個案子 拿到這個案子之後他就飄了嘛 他就覺得你看台北市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幹的啊 然後呢我也希望能夠拿到一個好一點的狀況啊 所以就不論是從兩枚到三枚 或者呢是本身的費率 台智光都會有動機 然後呢去說服議員 或者呢是去透過這種不正當的勾結 要求盡可能給他更高的費率 或者是給他更高的一個待遇 這就是這一起弊案的來由 可是呢 就是在這一起弊案所謂 因為目前是檢調 說真的 陳崇文有沒有拿錢 還是一個問號 我們應該要追究的 不應該是陳崇文有沒有真的拿錢 或者是市府裡面有沒有人拿錢 或者呢是有沒有其他的議員涉入 這才是關鍵啊 就一直追著蔣萬安本人跟柯文哲本人打 我覺得這個沒有打到關鍵 而且呢萬一現在市政府 假設市政府內有一個也拿錢 也捲入弊案 那不是兩任的市長都被打巴掌嗎 就你們在那推推推啊 一個推柯文哲一個推蔣萬安 結果你們市長的任內 裡面市政府有人出包 那不是兩人都挨打嗎 理論上應該是兩個人要合力 去追查市政府有沒有內鬼 兩個人去追查議會裡面 有沒有人收錢 這個才是正辦啊 那或者呢 就如果真的有所謂的不平等 就為什麼不能解約 因為第一個就是 首先台資光已經把所有的系統都做好了 所以他就有優勢 那第二個就是 不能夠接受任何的斷網風險 再第三個 那有沒有其他人願意做 比如說台資光不做 那中華電信願不願意呢 他有沒有這個意願呢 再來他就算願意做 他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不知道 好就算他有能力 那請問有沒有辦法能夠無條件接軌呢 完全不斷訓 一分一秒都不能夠斷 立刻就從台資光的系統 轉換成中華電信的系統 能承受嗎 不知道 所以在這些都不知道的狀態之下 那當然台北市政府跟台資光的談判 我們就處於弱勢的地位 因為這不像買東西 我今天不買你家的 我可以去買別家的 在議價的過程當中 會議紀錄可以看到台資光很囂張啊 對吧 因為通常說台資光你太貴了幫我去買別家 我們沒有別家可以買啊 我們沒有別家可以買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地位 所以這個弱勢的地位 並不是說蔣萬安有錯 或者因為柯文哲有錯 而是因為我們就是這麼弱勢 因為沒有別家能夠做 那我講這個話並不是說 所以你看台資光他就應該要收的那麼貴 而是什麼 而是因為環境就是如此 因為沒有其他的賣家願意賣啊 這客觀環境如此 那你除非能夠用其他的更多的什麼行政命令啊 透過更多其他的威逼利誘啊 這個我們不管 所以現階段我們要 我的觀點是告訴大家 在這件事情上呢 絕對不能夠陷入所謂的藍白互罵 最後導致綠營得利 因為現在等於是2026年的台北市長選舉 提前開打 就是尤其是白的 我認為一開始啊 這個柯文哲呢 他只不過稍微是比較得意一點 他可能是想試水溫啦 幫自己聲量也再沖一下 我覺得比較大的 第一個當然是刷一波聲量 第二個是因為陳崇文出事了之後 他就證明 你看我當年講的果然沒錯 對不對 他如果只是單純講 我當年講的果然沒錯 有人貪污 講到這樣就好 但因為他後面 潑了一把髒水給蔣萬安嘛 給台北市政府 那蔣萬安跟無辜的台北市議員 國民黨呢 當時就覺得很冤枉啊 我又沒貪污 你為什麼要多罵我 所以雙方才會罵來罵去 不過這當年呢 是怎麼樣情況 就是說 如果在當時沒證據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覺得 為什麼柯文哲會覺得 這個有問題呢 因為 我們當時也覺得有問題啊 雖然沒有證據 但因為我們不是白痴啊 可是你現在講的是 被人家倒打一把 也許柯文哲當初只是想要來 特別拋出這個議題 可是有人就是要來打2026嘛 對啊 所以這就是雙方出發點不一樣 因為有人為了政治聲量嘛 因為有人就是要攻擊 刻意攻擊蔣萬安 對 那在我這件事上 我就看著說 你攻擊蔣萬安 攻擊郝龍斌 都沒有道理啊 對 都沒有道理啊 因為當年是怎麼樣 就如果 因為已經不是一個議員 是幾個議員 然後呢 藍綠的議員 聯合高頻率的嚴重的多次的關切 你肯定會覺得有問題啊 對啊 就你肯定會覺得這有問題啊 就你不可能關切一個監視器案 而且呢 你說關切完2MAY到3MAY 雖然你打一個安全至上 對吧 安全至上 嗯 誰都不能說錯 就萬一發生搶案的過程當中 那個畫面突然LAG 你承擔不起 可是後來呢 就是連廢率都要關切 就連蔣萬安上任之後 然後調整廢率 這個也要說到關切 那我們當然聰明的人 或是正常的人都會覺得 那你肯定是有問題嘛 只不過是什麼 就是目前沒有證據 就好像現在 那民進黨許竹華議員 這個質詢也被抓出來 或我們大概知道 還有一些民進黨的議員 像我當初在警政衛生委員會的時候 我就輕而聽到 有一個民進黨的議員說 這一年也不過就才多花幾千萬 為了保障市民安全 也很合理啊 但是有證據證明 他有拿到廠商好處嗎 不知道 這個就叫做真的苦無證據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我認為後續最應該進行 就是去徹查 那到底還有哪一些議員 我們根據他過去的發言記錄 評斷 他可能是有問題的 再去查他背後的金流 那可能才會有 下一步的一些動作 那除此之外呢 就目前這樣講完 市政府希望能夠跟台資光 有重新的溢價 這也是一件好事 當然如果費率能夠降得更低 當然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這兩塊要持續進行 除此之外的工房 我都認為那是政治口水 而且是只會讓綠營得利 沒什麼必要 感謝我們的網友全燦藥的斗內 他說機房跟網路骨幹 都是台資光建置的 正要把台資光解約 換其他公司接手 硬體軟體轉移或是重建 要負擔的費用太高了 也不會有公司是願意接手的 自然台資光要多少租金 都很難啃下來 所以在建置的第一天 其實就已經訂下後來租金 可以坐地起價的問題了 現在在馬後炮 罵誰有錯的都是刻意要炒作聲量 跟打壓特定的人 感謝我們陳正耀老師 跟我們講這個補充資訊 也感謝月唱公主都給強哥 說強哥謝謝你 為中天新聞發聲 謝謝你 然後也請多喝水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的送暖打氣 那這個我想請教教授啊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我想要特別補充兩塊 就是因為柯文哲他昨天有特別講到說 民眾黨在台北市有四名的議員 所以所資很正常 北市府已經知道失分 只好到處剖粉 想搞得大家一樣爛 這起事件也讓我們看到 北市府其實戰力還是相當的堅強的 因為呢 這個是北市府的副發言人郭英蘭 他特別講了 過去24小時內 北市府已經三度追穩了柯錢市府簽訂的契約 違背母約的問題 他跟說如果有人 颇奔說嘛 如果有人感受到自己身上有味道 你應該先聞聞看自己思考 味道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回到黃山山想要打的重點 如果今天改打到郝龍斌身上的話 那你就很難規避這8年之間 郝龍斌到蔣灣中間有8年 是你柯市府的嗎 能到真空的嗎 我最記得啊 在美國這個雷根總統上台的時候 那他是1980年當選 然後1981年就任 結果到了1982年 這個經濟還是很不好 但他在1984年競選的時候 他說我們不知道啊 原來民主黨把這個政府搞那麼糟 我執政了三年之後 還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都已經執政三年了 你不能再怪前朝了 所以我覺得挖前朝就是我們 這個歐巴馬講的最好就是說 他說現在的政治人物只想贏得這個辯論 他說Winning argument 而不是Solving problem 不想解決問題 你如果今天這個是問題 我們就來談一下 然後我覺得說 甚至今天你真的要把這個費率降低 你可以說現在是暫時 現在是這個不是成平時代 我們要動員 所以你要為了政府 就要降這麼低 我覺得也可以 如果真的有這個必要 當然沒有這個必要 但是過去我們也看到 就美國政府會要求企業界做犧牲 那是因為他們有要準備暫時 那所以我回頭來看 就是說今天這個問題 如果說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那我覺得回頭來看 還是要看我們現在 我們的政府裡頭 我們這些律師在幹嘛 就是所有美國人講說簽約 都是魔鬼在細節裡 就是說我們不能把這個簽約當作兒戲 就覺得說我們華人之間說我們信任你們 彼此絕對不要 絕對是當小人來看 所有東西都要把它規範的非常清楚 而且不能讓人家有一個 可以有逃避的條款 我覺得這一些 那當然你有可能是找不到廠商 但是如果你找到廠商 你至少不會吃虧 所以我們要多花一點可能律師費 看所有政府跟民間簽的合約 保障政府 也讓我們政府這些所謂的這些法務的人士 稍微有一點真的好好認真來幫我們 幫我們政府管住 不讓我們這政府在這個合約上面輸給民間 因為否則的話民間以後他有錢找好的律師 搞出一個好的對他有利的合約 我們政府都不曉得吃了虧 還在那邊幫人家數招標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 是我們也感謝何先生的等內 那為什麼要繞過母約去訂定專案子約 要不要解釋一下 問就是科學 感謝張梅華等內 個人還是認為淑慧議員講的話 其實是清楚明白的 我們看到旁邊的最新的投票數字 也幫我們跳一下 這個讓大家看一下 針對今天這第一題大家的想法 那也很感謝觀眾朋友我們在投票 也持續幫我們參與 有84%的人認為這科文哲這一席話 就白銀的否認目前是硬拗的 那也感謝我們觀眾朋友我們現在有6840票 持續幫我們再投票來參與一下彼此的互動 那這個強哥我最後這題想要結束之前 我想就之前您過去台北市議員的身份 來問一下一個比較專業的資訊 因為我有點疑惑關於所知的這一塊啦 就是因為陳志涵他自己的說法是說 留著公文是要防生防小人嘛 那柯文哲也說所知是蠻正常的 我們白銀就有四名的議員 可是就議員的角度 我就看到他們自己白銀的議員 兩個不同的說法 因為陳宥辰就有坦言 是他幫忙去調資料的 要去調柯市府的資料並不難 可是黃晶瑩卻說要不到資訊 說因為檢方現在都說偵查不公開 所以現在到底哪一個劇本才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劇本我大概幫你解析一下 也許都是真的 也許都各有一部分真的 那第一個那陳志涵說 他這個公文帶出來要保 防生防小人 那可見他有帶公文出來 所以雖然是他自己講的 那當然他公文有帶出來 不等於他不能夠透過 民眾黨議員所知嘛 可能陳宥辰跟黃晶瑩 所知的內容可能也不一樣 所以也許這個陳宥辰所知就鎖到了 但黃晶瑩可能鎖到什麼樣的資 可能就是涉及什麼問題 比方舉個例子其實現在真的 我們現在在所知 其實不是台北市政府 有時候在我們立法院所知 這也是我最近在關切的東西 就是說經常就司法單位會說 偵查不公開 可是有些都是要求 有些是行政機關 比如說這個像之前那個 內政部面對台全會 說你為什麼留 把我們2300萬的個資都流出去 結果內政部跟你講 偵查不公開要不提供你資料啊 那台全會倒很生氣啊 偵查不公開範圍這麼廣 我只問你 為什麼要把資料這個流出去 那你也不交代 所以我要講 偵查不公開的這件事情 有時候就變成是所知的障礙 就說包括立委都是 所以我們才要推 國會聽證調查的那個制度 跟藐視國會罪 就是我們要在這個所知的部分 以及在所謂的 國會的質詢的部分 調閱資料的部分 要界定清楚 就是說我們用什麼權力 去要你什麼資料 你不可以用什麼藉口來回我們 就包括說 用偵查不公開做藉口 那抱歉那範圍是什麼 因為偵查不公開 我跟大家再補充一下 他指的是辦案人員 他不可以公開那個偵辦的資訊 但他不能作為政府所謂的一個說 我今天不提供資料 完成你公開透明義務的一個藉口 可是這就兩面嘛 那我曾問法務部一個個案說 我們調資料 就政府單位跟我講偵查不公開 你們有跟他們講偵查不公開嗎 他跟講沒有啊 有時候是政府單位 就拿這個當偵查不公開 當作一個不提供資料的一個理由 但有些真的是檢方會要求說 抱歉我們現在正在調查當中 請你政府機關你不要公開這個資料 可是這些做法 回到源頭就偵查不公開 這個做法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你現在看請問各位 你覺得我們的偵查 到底公開還不公開 不公開啊 對啊 我就舉個例子嘛 我們就講這個監視器案嘛 不是我想問羅志正人還是沒公開啊 對對他想公開的他就把你拿去獨家公開 對金周刊就經常公開對不對 他不想公開的 我告訴你什麼都偵查不公開 所以因此 這是點到我們法治上要改的一個東西 那當然我要還是回頭再講說 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情為什麼強調說 先從這個責任的區分開始說起 我覺得今天既然檢方今天鎖定是議會跟廠商之間的關係 他今天打是打這一點喔 他認為說有明確的金流 他有所謂的那個質詢上的幫助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跟各位講啊 你要去檢驗台志光跟議員的關係太簡單了嘛 我們所有的議員在問政過程當中 都有留下那個議事的紀錄啊 我們都有質詢都是有存檔的啊 你今天侯漢廷質詢了什麼 我羅志強當台北市議員質詢了什麼 你就去看看啊 看看華文廷羅志強 看看誰在監視器案上有幫台志光說話 不就簡單了對不對 不然請問你 為什麼陳從文他會被抓起來 不就是因為今天檢方認為他找到金流啊 就認為說他在這個議事上 他有去袒護台志光啊 可是這整個事情 本來著眼點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是覺得 有點莫名其妙去打到所謂的蔣萬安啦 這在場開的很奇怪嘛 就是蔣萬安他其實才一個當了一年多的市長 那今天對蔣萬安而言的話 他當然如果說裡面以前市府的在整個過程當中 市府有人設案的話 那蔣萬安當然也要徹查 可是跟蔣萬安的關聯度就是不高嘛 所以坦白講我也覺得民眾黨開這個戰場其實很奇怪啦 那開這個戰場一個結果是什麼 我跟各位說嘛 我先講一件事 剛剛那個網友問啊 我不是只在這個中天講這個件事 我在別的節目也講過 可是這是其次 可是我也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各位我心中一直有一個很大的問號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有今天的質詢 我今天市場質詢 對外交 衛福 司法法治 然後還有教文 市場質詢啊 有的跟核電有關 有的就跟保齡有關 有的跟食安有關 有的跟反詐騙有關 我是立法委員 我說真的 我每天研究那個東西 我早上清晨四點起床 在寫質詢稿 那為什麼跟他講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啦 你的國民黨和民眾黨 當然我覺得 講外面是被動啦 因為他是被捲進來嘛 可是我覺得你們 在這題目打的打成這個樣子 意義在哪裡 我其實不知道你知道嗎 這事情檢方反正都在查啦 對不對 那檢方剛才查的時候 他也沒講市政府有問題啊 可是兩個市政府就開始因為 柯文哲開始先開炮了 講外面開始還擊了 然後兩邊就開始打起來了 打到最後今天 剛剛漢婷也講 誰最開心 民進黨黨最開心啊 就跳進來開始 開始東弄西弄啦 可是 真正比方說 現在發生了多少重大的問題 對國會改革的問題 對不對 食安的問題 對我今天質詢 我跟各位講一個笑話啦 也不是笑一個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在質詢陳建仁的時候 我問他第一個問題 我說 你都很了不起 你都說你的東西都叫個案 你沒有系統性食安問題 對他們都是個案 都沒有系統性食安問題 請問各位講完以後 馬上發生什麼事 蘇丹宏啊 系統性啊 陳建仁在跟他誇口說 我的系統性很少喔 也不是講完啦 其他我在質詢他的時候 蘇丹宏就發生了啦 然後呢 我還質詢他一個問題 我說請問你為什麼 馬政府的八年食品中毒 每年的人數 比你蔡英文食品中毒人數 要少四百人 每年少四百人很多喔 結果陳建仁跟我講說 食品中毒不是食安問題啦 那是什麼問題 胡說八道我也不知道什麼問題 後來我就說 蛤 我才真是佩服你食品中毒 既然不是 他反覆強調很多次喔 我後來把逐字稿調出來 我跟他說 天啊 一直強調食品中毒 不是食安問題 結果後來我實在氣不過 我就把找出那個食品中毒的定義 跟我們衛福部 管理食品中毒的所有的機制 然後拿這個在 我在質詢衛福部的時候 就直接問薛樂远 食品中毒是不是食安問題 你知道薛樂远怎麼回答嗎 他說是 他是食安問題 所以我跟各位講 今天那麼多的問題 你看呈現在我們眼前當中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其實我們要關切的 都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我也還是說一句實在話 監視器案子打好久了吧 我是蠻納悶的啦 監視器案子當然不能說 它不重要對不對 可是檢報已經在查了 可是你比起說 現在的核安問題 我們講的是所謂食安問題 詐騙問題 還有國會改革問題 千絲萬縷的問題 我抱歉我是立法委員 我當然是比較關心這些 國家裡面的這些 我立法委員職責要監督的事情 所以這剛才是回應一下 剛剛的網友的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 總而言之真的 交給檢方嘛 已經吵了快兩個禮拜了 夠了 有完沒完啦 可是你沒機會了啦 不然下次總質詢 就跟那個 釋堅哥借他那本聖經 請他一邊回答的時候 手放在聖經上面 也許可以問得出答案來 我們先進廣 漢廷請教一下 這燒了這麼多天的 4月馬上就要漲電價了 那我等一下也會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本週高級酸 就是問攤販 對於漲電價的想法 其實很精彩 因為很多人罵得很兇 可是漢廷 因為連日來 這個比漲電價本身 這個事件本身 更被大家引起民怨的 反而是經濟部的 平凡作圖 今天連經濟部次長 他並且代理的是 台電目前的董事長 他在接受廣播專訪的時候 他都坦言 針對這個案例 就所謂的北部有烘焙坊 每天電費只漲2元 相當於一個購物袋 是因為他們的用電量700度以下 台電確實 CASE選得不好 當初的用意就是想要選一個 每個月用電量700度以下的小商家 可是他是沒有惡意的 但是他也確實覺得說 這一次的CASE 真的是找得不太好 但是也沒有遏止經濟部繼續做縮圖 不是嗎 不是啊 這個質詢的人在現場 應該要先問強哥吧 你說哪一個當土 你不可能心腿小多當得這麼徹底 我等一下會問他好不好 不是啊 哪有強哥在這裡 然後先問我 我不是表達尊重 我聽完你的參考以後 我就可以回答得更好 不是啊 這個經濟部就是在認知作戰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掌尖教 我們清楚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是幾個重大的原因 第一個呢 因為該用便宜的核電 然後沒有去用 第二個呢 如果講說天然氣的話 那麼實際上呢 沒錯 國際的所謂天然氣價格是在成長 但是民進黨呢 在選擇上 他沒有去選擇便宜的買 比如說跟俄羅斯買就很便宜啊 但當時經濟部說什麼 經濟部說 我們要制裁俄羅斯啊 制裁個鬼 你制裁到台灣的老百姓店家上漲 對吧 就便宜的能源不去用 那再來第三個 即便是所謂的純粹在綠電的部分 有分台電自己發的電 然後呢 還有跟所謂綠油油買的電 就是跟雲爆等公司買的電 台電自己發綠電呢 不論是風電或者是光電 大約都是一度電三塊左右 可是呢 跟外面買的電 一度電最高 可以到五塊到九塊 所以 過去統計過 如果純粹綠電呢 就是多花的錢 一年就將近三百億 如果還要拿來跟核電比的話 那麼一年的多支出 就是五百億 所以說台電 現在已經虧損到了這兩千多億 虧損三千億 你從2016年蔡英文執政開始算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虧這麼多錢了 就如果核電早就啟用的話 實際上哪怕天然氣高漲 也因為我們其實是 是有很大的核電作為基礎的 根本不用擔心天然氣的漲價 所以很簡單 就是現階段 經濟部拿錢 給這個所謂的綠油油 然後呢 就台電虧損了 那怎麼辦呢 那就繼續再從人民納稅錢來裡面掏 所以是標準的黨庫通國庫 人民的納稅錢 成為這些綠電公司 綠油油公司 繼續書寫 給類似於雲報 或類似於民進黨的政治獻金 這就是民進黨整體在掏空國家 那麼現階段漲電價了 好 兩個民進黨的做法 第一個呢 就是做認知作戰 告訴你的 你看其實長得也不是很多 平均下來這個也不是很多 這種是很惡意的話術 因為不僅實際上這個案例 被抓包徹底的造假 根本沒有這家所謂的麵包店 那第二個呢 就是長得不多了 平均下來 平均每一天 這就是一種說服的話術 跟洗腦的話術 他跟你講一個東西 感覺不是很嚴重啊 你怎麼不平均到一天有三百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然後每一天有三十 一個月有三十天 然後每一天當中還有二十四小時 再除到每一秒 如果除到每一秒的話 你大概電價才漲零點多少元啊 你這樣講 就是一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純粹的洗腦話術啊 因為該漲的就是漲 有增加就是有增加 並不會因為你平均到了每一天 感覺很少 但實際上有增加就是有增加 那麼第二個層次 就民進黨很囂張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選完嘛 你就算很不爽 但是呢 你也沒有機會可以投票來教訓我啊 對不對 你現在很不爽 但兩年後你還會 因為漲電價那麼不爽嗎 不會兩年之後你早就忘記了 所以他就是吃定你 那民進黨你看相較之下 這國民黨當年馬英九總統 那真的是太老實太善良 真的是非常的厚道 為什麼呢 馬前總統店價呢 是四漲三漲 真的是跟隨所謂國際成本 國際漲他就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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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老實 蔡英文呢 他就是什麼 就是你家旁邊的早餐店 幹嘛呢 就是你家旁邊這些餐飲店 啊油店上漲了 所以呢 油價上漲 他的一顆荷包蛋多五塊 但是油店價格下跌的時候 他那個荷包蛋有便宜五塊嗎 沒有 繼續上漲 所以蔡英文執政的店價 就是只漲不降 只漲不降 漲完了之後 人民發怒了 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 反正老子就繼續幹啊 反正未來繼續幹四年啊 你難道會因為今年漲店價不爽 四年後巨投民進黨嗎 當然不會 所以現階段呢 藍白在立委院裡面 希望呢 要能夠否決 就通過這新的決議 要否決 漲電價 我認為呢 最好 這當然提應該要提 但最好呢 是不通過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電價上漲 才能夠讓老百姓真正的覺醒 不斷累積他的憤怒 未來才有機會拒絕投給民進黨 但是不是說這個安不能提喔 因為提了之後是好事 因為提了之後啊 民進黨會反對 像有些立委呢 就開始反對 他說啊這個 你國民黨不可以這樣提啊 那麼這些立委就幹嘛 就是護航漲電價的立委 這些立委呢 就是不顧老百姓死活的立委 所以現在呢 經濟部也好啦 然後台電也好啦 還是誰誰誰啊 哪些官員 否決了這些案子 未來選舉的時候 這些案這些官員 就是吸食人血饅頭的狗官 對 那我當然請教嚴教授 就是這些梗圖 讓大家重新細細來品味一下 因為我們應該還有時間 等一下也可以讓強哥幫我再補充 就是經濟部事後 除了這個所謂的北部烘焙房 一天大概用不到 這漲兩塊錢 700度以下的小商家 好經濟部後來再另開的戰場 是關於麵包店 改選時間來烤麵包啊 這店價可以月省一萬七 然後被大家罵爆之後 又說也不必半夜烤麵包 事實上是你白天也可以烤喔 也可以年省破四萬 這些梗圖已經累積的民怨 大大的超過電價漲價本身了耶 所以我覺得說 當你要硬掰的時候啊 明明漲價就漲價 沒有問題啊 你就是覺得說 我們長期國家 是在補貼電價嘛 在補貼這些東西 那現在要回歸市場 我覺得也沒有 也可以說得過去 只是你知道政治人物啊 從來都不在選舉之前 回歸市場 都在選舉之前大放利多 這個大開支票 到最後發現做不到了 那就沒辦法了 至少再漲 所以我覺得老百姓 有的時候要想一想 有些東西政治人物開出來的 是不是真的可行 那大家都有很多人講說 譬如說我們講說加稅 有的時候大家會反對加稅嘛 誰要誰願意加稅 可是當你的國家確實需要 這個稅收的時候 不足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能夠接受 所以我覺得就是誠實為上策 政治人物 你們今天想要在 特別是在這種物價上面 你如果譬如說 有需要補貼的 你已經跟我們講說補貼了太多 虧損了很多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共富國難 共體時間 我覺得可以啊 國難 確實是嘛 有的時候真的是很貴啊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盡量節省 或者想一個不同的方式 有些東西 譬如說你盡量搭 如果說是油價貴了 你盡量搭大眾捷運 或者運輸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去UPAC等等 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要誠實 要跟民眾講 特別是物價的這個事情 到底你的成本能不能夠付 而不是每天亂開支票 包括我們台灣 明明這個電費已經在補貼了 結果你還不能用便宜的核電 要去買更貴的綠能 那你就是讓大家一起 民怨會越來越高嘛 所以我認為你只要願意講 大概都還是比較可以接受 可是對不起啊 老百姓還是喜歡聽好聽的 喜歡聽降價 不喜歡聽漲價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 現在算是自食其果了 感謝我們看到KJ的留言很有趣 電不夠乾脆解決用電的人 想跟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明天的高瑜山新聞台 我在禮拜二的時候 已經去秦光市場接訪 然後我就直接問貪犯嘛 對於漲價的想法 大部分人就覺得說完了 有些人在今年年初才剛調 自己的商品價格一波 那這一次恐怕不能再跟進調 你不可能調了 短時間調了又調 那客人就走光了 我裡面問到很多人 告訴我們最有趣的 有一個滷味攤的老闆 滷味攤 我本來不期待說他的用電多貴 他的用電一個月三四萬 我說啊 可是你有什麼需要用到電 他說他的冰箱24小時要開 那冰箱跟冷氣加起來 早就破700度了 然後他原本在跟我聊一聊 他後來越聊越氣 他就說OK啊 他在剁這個豆干的時候 氣到跟我講說 沒關係你要漲價我也接受 但是你電價漲 你要給我不停電啊 他說你不停電不跳電 結果你到最後是電價又漲 你又瘋狂跳電停電 他為什麼這麼氣 我後來才知道 他因為頻繁的跳電 他的大冰箱已經壞掉一台 去換新的一台 那一台冰箱他說就是三四萬起掉 所以他很生氣的是 你要漲價OK 很多人當然有很多街坊 很多人認我說 台電的電價確實便宜 可是能源政策錯誤 然後並且 頻繁性的跳電跟停電 這才是大問題啊 我覺得真的 像我今天質詢兩個單位 昨天到今天兩個單位 第一個我跟各位說 先講漲電價 台灣民眾不是不能接受 漲電價啦 但是呢我想請問你 我講一個最具體的數字 我們的核電對不對 今年二月對不對 一度電的成本1.1塊錢 我們的燃氣3.19元 我們的風電快7塊錢 我們的光電5塊錢 就是核電的3倍5倍跟7倍 然後明明最便宜 我今天就問那個核安會的主委啊 我說請問你核電是不是這個最便宜 而且排站最低的能源 他給我回答一個字結束 是 回答是結束 這是台灣民眾不服氣的地方 第一個點就是說 你今天有沒有努力的 用正確的能源政策 讓我們的這個電價 能夠已經是到 我們覺得真的不漲也不行 那民眾就接受 不是嘛 你為了捍衛 蔡英文的非核家園 你搞了一個非核出來 最便宜1.1的電你不用 你要用3塊5塊7塊的電 你叫民眾怎麼心理福氣 就像剛剛講那個滷味灘的一樣啊 我到大安區跑的時候 也就有里長跟我講 說他們有次去跑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昨天停電 我要發生什麼事 他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台電也沒告訴我 也沒預警 然後事後再去問他說 陷入問題 那就是小規模 小規模的 小規模的 然後再來講說 今天講那個完美化的事情 完美化我跟妳講 我那天質詢三個單位嘛 我質詢台電加經濟部的次長 再加主計長 我在上面講王美化這些幹話 這三個部長全部幫忙我打臉他 你知道嗎 我第一個就問啊 我就說 王美化說 這個物價不可以 以漲電價為由漲價嘛 我就問主計長啊 請問 漲電價會不會帶動物價上漲 他也回答一個字 是會的 當然他就打臉王美化嘛 然後我再去問那個空焙房 我跟你講大安區 我去烘焙房我問了好幾家 我真的沒有問到有一家是700度以下的 然後呢更重要的是 我就直接跟那個經濟部 跟台電跟他們對我說 好 你們跟我講門市700度 我先不講 門市我就沒找到700度的 連門市都沒有 沒有烤箱的 沒有烤箱的那種 也是超過700度 你那門市700度哪裡來的 沒關係 你一定要講門市700度 有這樣算的嗎 請問門市的麵包從哪裡來 不是從工廠來嗎 有的是工廠門市在一起 但有的分開 大安區就有一個 我有一個選民是分開的嘛 他的門市也超過700 然後他的工廠也超過700 基本上兩個都超過 然後加起來 電費加起來也是要增加快1萬塊啊 就台電講那個例子嘛 所以有些選民他就難過在哪 像大安的烘焙房的那些電技術 如果跟我講說 我被你掌電價我已經很痛苦了 很難過了對不對 你還要在我傷口上撒鹽 你還要總共做三波的圖來談烘焙房 我說你只要提醒我有多痛嗎 你說我們哪裡得罪你 你會需要 你需要一直拿我們做一個錯誤的例子 說幹話嗎 連曾文森最後都受不了啊 說沒有啦 王梅花選的Case不對啦 不好啦 所以回頭就是說 他幾個層第二層次 你有沒有真的努力讓電價下降 沒有嘛 第二層次你有沒有讓電基本上 穩定供應 沒有嘛 第三個你都做不到之後 你還幹話連連傷害大家的感情 然後就用圖塔到處騙人 那請問你這樣的部長 你自己於心何安呢 而且經濟部做的圖 我也還記得第一個 在講空被訪的那個圖 不也是經濟部做的嗎 今天雖然看起來曾文森是承認錯誤 但他把錯推給是台電 確實Case選的不好 這也讓大家覺得黑人問號 沒有關係幫我們多多按讚 也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跟大家說成拜拜囉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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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